那为什么世界这么乱 为什么这个 出现了像俄乌冲突 这么大的事 我个人的观点 尽管世界上乱得很 但目前实际上最危险的 还是俄乌冲突 为什么俄乌冲突重要呢 因为俄乌冲突啊 反映的是俄美冲突 俄美冲突就危险了 是不是 因为大家都知道 乌克兰是不是 美国的代理人呢 美国的傀儡嘛 这一点美国都不忌讳啊 你看美国的 政治家呀 媒体人呢 都公开在讲嘛 这叫proxy war 叫代理人战争嘛 对不对 所以俄乌冲突的本质是俄美冲突 俄美冲突是非常危险的 我个人的观点啊 地球上啊 193个联合国成员国 联合国以外呢 政治单位还有三十几个 所以政治单位非常多 对不对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但是真正有战略自主性的 其实就是中美俄三家呀 对不对 就是中国美国俄国 这是一个情况啊 另外呢就是 坦率讲真正有能力啊 摧毁对方的 彻底摧毁对方 就是中美俄三家 其中有两家 是不是处在军事对抗状态 对不对 美国在俄乌冲突里面 除了没有直接出兵 是全面的军事卷入的呀 乌克兰的装备都是他给的吧 对不对 然后财政支持是他给的 你们都知道打仗是打钱 对不对 财政是美国给的 然后特种兵都是他给的 然后呢 情报 就信息都是他给的 现在打仗是打情报 对不对 那乌克兰这边的情报 都是美国给的呀 另外一部分乌军 是直接美国训练的 六月四号 乌克兰发动夏季攻势 十二个正规军旅 全部是在美国人训练的 所以是不是 除了没有直接出兵 美国直接卷入 所以 俄乌冲突的危险就在这 它本质是俄美冲突 形态是直接军事对抗了 是不是很危险啊 对不对